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今天會教大家做這個熔爐陷阱 它是在1.5更新之後才能用到的 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看如何中招 我現在把銀和木炭放上去 我現在就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機關就會發動 把銀和木炭放上去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這裡打開了 掉了下去 為什麼不用按按鈕或拉光 都可以接觸到機關呢? 其實就是這個熔石比較器 它是在1.5之後才會出現的 它是怎樣用的呢? 它是怎樣用的呢? 我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是感應一樣東西 看裡面有沒有物品 就是如果這個新有物品 放進去 它就會亮光 不過它的有效距離 都只有1格 所以 所以 我這裡 就放了那個 中斷器延長它 這樣 就算它是熔爐 都可以做到的 因為 放了一些東西在熔爐裡面 都可以感應到的 這樣 這個熔石電腦 就是這樣 我現在 再開一次給大家看 它這裡是這樣的 本來是打開了 我現在先拿出來 然後它就關掉了 那只要你放一些沙在上面 那就可以了 唉唷 那熔哥就 示範多一次 這樣你會發現沙是不知為何不見了 其實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些壓力板 只要沙掉在壓力板 它就會爛了 就好像這樣 所以沙就會消失了 這樣就可以把受害者弄死了 那這個機關呢 你可以在你朋友不知情的情況下 就弄在他家裡 當然啦 這裡 這麼大 你可以縮減它 我就貪方便 就弄到大了 當然你也可以用圍牆遮住這裡 這個機關其實都很容易中招 如果你不留意的話 好吧 好啦 我日後會出更多的紅石機關 我就會 出一個密碼鎖 其實我已經弄了 在對面 我遲些會拍一條影片 說它怎麼用的 那 都是那句啦 希望大家 支持我 訂閱 好啦 今集就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